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 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各位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到6月19号星期三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Adobe在用户取消订阅的时候 设置了怎样的障碍 李佳琪推出自由品牌 可能有哪些原因 今天我们的节目上半部分 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也就是我们的清解读时间里 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星巴克 不知道你现在还会喜欢喝星巴克吗 不久前他们发布了 最近一个季度的财报 数据显示星巴克中国市场的 铜电销售额 交易量 还有平均客单价都出现了下降 而且中国还是星巴克 整个国际业务中 唯一一个收入下滑的市场 由于销售表现不佳 财报发布的当晚 星巴克市值就下跌超过150亿美元 创下了四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除了各项业绩下滑 星巴克还在国内传出了 发放各种优惠券 迂回降价 以及不消费就不允许 在门店入座等等 令人有些意外的操作 要知道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 星巴克一直都稳居 中国咖啡行业龙头 也被很多的国人 都视为现魔咖啡的启蒙 那么现如今的星巴克 在中国究竟在遭遇哪些挑战呢 今天我们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 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起诉Adobe 根据华尔街日报 6月17号的报道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也就是FTC宣布 将会对软件公司Adobe 和这家公司的两位高管 采取法律行动 指控他们涉嫌欺骗消费者 Adobe回应称 将在法庭上反驳这些指控 FTC表示 Adobe在订阅计划中 隐藏了提前终止费 并且设计了复杂的取消流程 这些使得用户难以取消订阅 消费者必须通过多个网页 或者是客服才能够取消 同时Adobe会收取 数百美元提前终止订阅计划的费用 FTC认为 这种做法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法 FTC对Adobe的调查始于2022年 并且在去年12月对外公布 此前FTC也曾经对亚马逊 提出了类似的指控 认为亚马逊的Prime会员服务 存在误导消费者的问题 The Verge的分析认为 这起诉讼反映了监管机构 对Adobe持续的审查 2022年 Adobe试图以200亿美元 收购产品设计平台Figma 但在去年在欧洲反垄断审查之后 放弃了这笔交易 Perplexity AI向软银客户 赠送会员服务 根据TechCrunch的报道 软银和人工智能搜索引擎 Perplexity AI在今年4月宣布了合作 而从6月19号开始 软银旗下两家运营商的客户 将免费获得一年的 Perplexity Pro会员订阅服务 另外Perplexity的首席执行官 兼联合创始人 也会在6月20号前往东京 召开与软银合作的新闻发布会 TechCrunch的分析认为 双方的合作显示了Perplexity 进入国际市场的野心 而像软银旗下的运营商一样 可能他们并没有内部的团队 或者是资金来构建自己的AI服务 但随着人工智能热度高涨 与AI公司合作 可以帮助运营商们 吸引更多的客户 从而增加收入 同时软银未来也可以与Perplexity合作 开发其他的人工智能服务 在昨天我们的早咖啡节目当中提到了 苹果会引入第三方的先买后附提工商 根据彭博社6月18号的报道 苹果宣布关闭他们自己的 Paylader分期付款服务 这项服务从去年退出到现在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苹果官方表示 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 用户在使用Apple Pay结账的时候 可以通过信用卡 借记卡和贷款机构 来使用分期付款的服务 随着iOS18的推出 苹果将整合第三方分期付款服务 比如Affirm和花旗集团 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 苹果进入先买后付的行业时 美国利率比较低 消费者可以通过低利息的贷款进行消费 但是随着利率上升 整个行业受到了压力 其中最大的先买后付公司Affirm的市值 已经从2021年的450亿美元 下降到现在的95亿美元 李佳琪推出自由品牌 根据界面新闻6月17号的报道 今年618大促期间 李佳琪和他的公司 美万推出了自由品牌 美万优选 他们的天猫旗舰店 也已经在6月15号上线 首批的产品包括 洗衣凝珠 乳胶背和硅胶凉席等等产品 李佳琪在直播中表示 中国现在有着非常强的供应链能力 很多大家熟悉的国际大牌 都是中国制造 来自中国工厂 李佳琪希望把这些 隐藏在背后的优质商品 都集合到美万优选 天猫旗舰店 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 直播电商已经告别了高增长阶段 今年618预售首日 李佳琪美妆专厂的成交总额 下滑了接近一半 入局自由品牌是美万 拓展直播带货之外的一次 新业务试水 而且行业也验证过 这条路径的可行性 东方甄选已经把自营产品 从生鲜 零食 扩展到了更多的品类 三只羊 新选等等 头部MCN机构 也都先后退出了自由品牌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 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 星巴克正在国内遭遇的挑战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根据伦敦国际咖啡组织发布的数据 目前全球咖啡消费的平均增速 虽然只有2% 但是中国的咖啡消费 则在以每年15%的惊人速度增长 去年国内人均一年饮用的咖啡杯数 也同比增长了将近五成 然而星巴克最新发布的财报显示 在截止到4月30号的这个季度里 中国市场的多项业绩指标都表现疲软 不仅交易量和客单价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即使星巴克去年在中国的门店总数 增加了800多家 但是他们的总营收却减少了8% 星巴克官方表示 放眼整个国际市场 日本亚太以及拉丁美洲 等等各个地区的收入都在增长 只有中国例外 而且由于中国区在星巴克国际部 总收入中的占比接近四成 所以整个国际业务部的营收 也都跟着减少了5% 由于业绩不达预期 今年以来星巴克的股价 已经下跌了大约25% 与此同时在国内 过去一杯饮品 动不动三四十块的星巴克 正在以相对含蓄的方式降价 也推出了多种现实优惠券 优惠之后 星宾乐等等饮品的价格最低 只有十几二十块 甚至还有消费者叠加各种优惠政策之后 只花9块9就买到了一杯星巴克 另外还有消费者表示 星巴克门店开始赶人了 对此星巴克官方客服表示 部分门店的确有消费 才可以入座这一事 如果不消费 就会被门店店员礼貌劝离 那么曾经长期处于行业龙头地位 国内门店数超过7000家的星巴克 究竟正在遭遇怎样的挑战呢 挑战之一 国内咖啡行业竞争激烈 最近几年 以瑞幸 库迪和Mana为代表的本土咖啡品牌 正在抢夺星巴克中国的市场份额 美团餐饮的数据显示 库迪和瑞幸先后以9块9的优惠价格 掀起了价格战 并且快速开店之后 国内许多的消费者能够接受的咖啡价格 也下调到了10到15块一杯 这也就导致在中国市场 一直走高端路线的星巴克 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去年星巴克中国的全年营收 首次被瑞幸超过 开店数量方面 靠加盟扩张的库迪 门店数量已经和现在的星巴克不相上下 而瑞幸则已经比坚持直营的星巴克 多开出了1万多家店 如今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星巴克官方虽然依旧表示坚持不参与价格战 但却又通过发放优惠力度更大的优惠券 等等迂回的方式 变相降价促销 比如在星巴克官方抖音渠道 使用优惠券后最低15块就能够买到一杯饮品 星巴克中国区的CEO也承认 推广确实比之前变多了 然而比起其他直接降价的品牌 星巴克的操作既复杂又隐晦 最终不仅没能够提高营收 反而还拉低了门店的客单价 另外随着一二线城市咖啡市场日益饱和 为了寻求增量 星巴克计划加速布局中国的下沉市场 而低线城市的竞争环境也比较复杂 贾欣的分析指出 首先下沉市场的用户更加追求高性价比 这也就意味着星巴克会更容易遭到 评价咖啡品牌们的挤压 比如除了瑞幸和库迪 蜜雪冰城旗下主打低线城市的咖啡品牌 幸运咖也已经开出了2700多家门店 其中将近六成都是位于三线及以下的城市 其次得勤的数据显示 下沉市场虽然庞大 但是咖啡普及率仍然低于一二线城市 在商务需求比较少 生活工作节奏慢 没有咖啡提神刚需的情况下 比起咖啡 他们也会更加喜爱口味偏甜的奶茶类的茶饮 挑战之二 新品研发速度相对较慢 且缺少大爆款 星巴克中国官方曾经表示 他们每年大概会推出30款左右的新品 而且作为强调咖啡文化的品牌 星巴克绝大多数的新品也都是与咖啡强相关的 但这样的新品更新策略 更加适用于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咖啡市场 CBN Data的研究显示 随着本土咖啡品牌的崛起 和国人咖啡消费习惯的变化 国内咖啡消费已经呈现出了奶茶化的趋势 为了满足年轻人的尝鲜需求 瑞幸等等咖啡品牌也开始用制作奶茶的思路 快速且高频的研发本土化的咖啡产品 最近三年以来 瑞幸每年的新品数量都在100款以上 基本每三天左右就会有一款新品上市 而且他们也积累了大量用户反馈数据 提高了爆款的诞生概率 比如说他们销量破亿的生烟拿铁 以及和茅台合作的酱香拿铁等等 相比之下 星巴克每年的新品就比较少 而且缺乏引起全网热议的大爆款 澎湃新闻的报道显示 这和星巴克坚持直营 而且是跨国企业有关 作为一家大体量的美国品牌 星巴克整个国际市场 都有着相对统一的运营管理标准 新品研发也一般是由总部来主导 研发决策链路长 而且供应链也相对封闭 所以对市场的反应和创新速度 自然也就比不上本土公司 除此之外 在国内咖啡茶饮品牌已经把联名营销 玩出花样的情况下 星巴克中国直到今年1月 才首次进行了饮品联名 而且还相对克制地 只调制了创新口味 没有推出定制化的包装 挑战之三 第三空间的吸引力逐渐减弱 在上世纪90年代 星巴克创始人舒尔茨 首次将第三空间的概念 引入了星巴克 他强调为社区服务 意思是 星巴克不是一家简单的咖啡馆 而是以咖啡为社会联合剂 为社区中的人们提供家 和办公场所之外的聚会社交场所 1999年 星巴克正式进入中国大陆 靠着第三空间这个概念 星巴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都市白领 前来进行商务交流 或者是举办集体性的社区活动 然而如今第三空间 已经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一方面中国消费者 对于咖啡的需求产生了变化 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 德勤发布的 中国现模咖啡行业白皮书显示 将近七八成的消费者买咖啡 都是为了提神醒脑 不再那么在乎口味和体验 其次为了节约时间 自提和外卖场景 成为了咖啡消费的主流场景 在国内现模咖啡的人均消费杯数中 有七成都是来自于字体和外卖 等等消费场景的 星巴克的财报 也反映出了类似的趋势 2023财年第三季度 星巴克中国的外送业务销售额 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总销售额当中的占比 也达到了四分之一 要知道在2019年 这个占比只有10% 另外星巴克第三空间 曾经凭借着社区感 以及咖啡师和顾客之间的 情感连接而受到欢迎 比如你可能会有印象 过去许多的星巴克咖啡师 会询问客人的名字 并且亲手写在杯子上 甚至有的还会在杯子上 为客人画画送上祝福 但是现在这样的现象 也似乎并不太多见了 所以说到星巴克这个话题 也想来问问你 你平时喜欢喝什么品牌的咖啡 在不同咖啡品牌之间 做选择的时候 你会会首先考虑 价格还是其他什么因素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琳 监制千文 监制Stella 商业内容策划 娜娜 声音设计 庆明 研究员 东军 实习生 李扬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